哇 大家好 大家好 包子这现在也是大权在握 然后呢 中国的共产党里面的这些个哥鲁孙子啊 管你是官员还是军人 都一个一个的啊 都是怂包 真的就是 包子说的话说的好 进屋一人是男儿 是吧 过去有人是什么 揭竿起义 人在高处 振鼻呼 干他呀的 今天中共没这个人 用这个党校的老实讲就是 共产党里面没人 没人 都是怂包 又坏又蠢又怂 所以共产党啊 这个是没希望的啊 共产党没希望不要紧啊 关于是中国老百姓没希望 我们做节目就是希望中国老百姓能过个好日子呗 中国人的好日子很简单啊 就是有口饭吃 有地方住 有一份工作做啊 自己吃点苦没关系 就像我过去我在北京我就这么想的 你别管我他妈的说话 你别管我迁徙 我也不要你的福利 我也不要你给我安排单位 是不是 我也不领你的工资 你让我自己养活自己 你不折腾我行吗 是不是 我自己靠我自己的这个努力 靠我自己的勤奋 是吧 靠我自己的才华 我能自己养活自己 我太良的还给你交税 就这么简单啊 但是就这么简单的要求 你满足不了啊 是不是 他们就弄出一个细胞子 没人 没人的情况下也不代表中共体制内的人呢 就不恨他啊 不恨他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老百姓恨细胞子 细胞子从一开始的奇大大啊 完了以后捧马骂 是吧 到现在的狗无腻包子大傻逼 是不是 那绝对是形成了一个中国最大的共识 人人都知道现在每个人的日子不好过 所以大家就骂呗 除了骂也啥也不会 就跟那个相间的妇女吵架一样的 打也打不过 是不是 干也干不过怎么办呢 就拖一块砧板在自己的家门口 是吧 剁一刀 骂三句 是不是 骂着自己是香汉淋漓 骂着自己是神魂颠倒 这个网上啊 墙内啊 出现了一篇文章 骂细胞子 我认为是迄今为止骂的最过瘾的 骂的最彻底的 骂的是最解气的一篇文章 跟大家分享 分享 也算是我们听一听 是吧 也发发牢骚 也解解气 对吧 你没有办法的呀 何况是我们这些个已经离开中国的人 就更没办法 你即便你人在中国 你也没办法 就骂一嘴 爽一爽 歪一歪 是吧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骂的啊 说他妈 你是一个愚蠢到白痴程度的傻别 可你有着超越傻别的虚荣 你的智商处在低质和弱质之间 却硬要用愚蠢来显摆你的聪明 你又憨又笨 读不尽书 学不尽知识 却非要用假文凭假学历来支持你满脑袋 装满了大份的思想 你不懂治国安邦为何物 却硬要为世界指明方向 你手不能写 脑部会刺 嘴不会说 却偏偏要雇佣数百名垃圾写手 帮你写稿成书 印发无数信成你所谓的理论的著作 哎呀 说起这个著作 我觉得我今天又笑得我真是腰都痛啊 真是笑得我都扯淡 写包子他的书已经翻译成80多个国家的文字 全世界出版 这个都知道 最近又装学问 装自己是上下5000年最有学问的人 出了习近平的治国理成的现装书 哎呦 我去 现装书你脑补一下啊 真是无语啊 你没有文化 更不懂常识 却敢用你的无知无畏 换着花样子去遭见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 你人品低下 无才无德 却敢以为是领袖 是核心 你用低下的认知组建了一个多么混蛋的新班族 形成了一群傻别 整体的用你们的无知和愚蠢 不知对错的把一个国家 从繁荣昌顺遭见到一塌糊涂 人们都知道你傻 都知道你蠢 都知道你笨 都知道你低智 但是绝对没有料到 你们这些个傻蠢会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民族造成如此大的摧毁力 更知道你就是一个无才无德 人品低下的宠货 但不知道你会用这些个无才无德 用你低下的人格 非你非人性的去羞辱 祸害全中国的老百姓 你懵坏 但没想到你的懵坏能达到邪恶的程度 你歪坏 但是不知道你能歪坏到不讲廉耻的地步 懵坏和歪坏是啥意思 有点像的 我大概起懂 懂这个意思 你把人性的恶 竟能如此完全彻底的 彻底的用在了国民身上 你性格阴暗 思想馄饨 没想到你 竟然阴暗馄饨到 不知道 廉耻 不要脸的程度 你不懂 你意廉耻为何物 更不懂 规则 仍爱 道义 这个词还挺多 你呢 却能够闷头闷脑的 带领着你这个所谓的草活班子 祸害全世界 你是傻瓜中的王者 你是人渣中的风魔 你是流氓中的恶观 你做尽了恶却不知恶 你心尽了坏啊 却不觉坏 你的无知无痴 已经到了白痴脑切除的极限 你的思想愚蠢 到自食其屎 不觉臭的地步 你的上尾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侮辱 是对国家对人民的祸害 是你彻底的摧毁了这个党在人民心中仅存的那点地位 是你的言行作为 玷污了整个人类的文明的进步 是你丢进了中华民族和政权的脸 是你的胡作非为 毁灭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给中国全体中国人民的生存发展带来的无止无尽的祸害 你应该下地狱宠祸 你再无耻也要给这个国家这个政权 这个党留下一点点的脸面吧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 所以这篇文章是我见过的啊 像诗歌一样的啊 像一篇讨西讨西包子戏文一样的这么一篇 骂文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骂的特别的过瘾啊 骂的也特别准确 这是谁写的呢 口气看是共产党里面的人 你明白吗 然后我也是不明就你 我就问了北京的一帮这个 驻扎在中南海下水道的人 我说你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 还挺有文化 而且一看是党的人 说不定还党的里面的一个高层队伍 然后他们就一笑 他说你小子还是有点智力的啊 这篇这个骂文 我告诉你啊 就是要么是红二代 里面的某一个人写的 要么是薄新来的人骂写的 要么是胡锦涛的人骂写的 要么是温家宝写的 说这篇文章口气特别像温家宝写的 你看他这个有一句话 你是傻瓜中的王子 你是人渣中的人渣 哦不对不对 他说你的上位 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侮辱 是对国家与人民的祸害 是你彻底的摧毁了这个党 在人民心中尽存的那点地位 是你的言信作为玷污了整个人类的文明的进步 是你丢进了中华民族和政权的脸 是你的胡作非为毁灭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给全中国人民的生存发展 带来无止无尽的祸害 就是这些个话 一看就一闻 你用这鼻子一闻 应该是温家宝总理的口气 说这个温家宝前一段上个星期 说送了一个这个蜿蜒书 细胞子根本就不带看一下的 根本就不拟 直接有人到垃圾桶里面就给搅碎了 老东西还有哪有那么多蜿蜒书 关你个暖事 这个天下是我的是不是 当然还有人说是薄熙来的人骂起来的 薄熙来最看不起的就是习近平嘛 习近平要尚未遇到的第一个对手 就是薄熙来 薄熙来和习包子的这个王位之争 那绝对是惊天地气鬼神 所以当时的共产党的胡锦涛 这个人就选择支持习近平 结果胡锦涛又被习包子给拍死了 说这个薄熙来骂习包子 就是那个宠活是不是 就直接骂宠活的是不是 傻瓜 薄熙来看上去聪明绝顶嘛 是不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又帅又聪明是吧 还会说英语 习包子啥都不会 说你是傻瓜中的王者 你是人渣中的风魔 你是流氓中的恶棍 你做尽恶而不知恶 行尽坏而不觉患 你的无知无事 你已经到了白痴老气处的极限 你的思想愚蠢到自食其使 不觉臭的地步 薄熙来的话就也是这个口气 这是薄熙来的一个语言 所以认为这篇文章是薄熙来的人骂写的 或者是干脆是薄熙来在监狱里写的 大家都很习包子 大家还想起薄熙来的话 游人谣传造谣是我的儿子开红色法拉尼 我非常生气 我非常生气 就这个口气 薄熙来是极其自恋的 极其感觉到自己聪明绝顶的一个人 而且他们两口子 他的老婆古开兰 也是北大的这个什么 哲学的法学的双尿博士 那也是非常聪明的 所以土工中国是个很有意思的社会 你要从智力层面来讲 李克强的智力肯定是最高的 因为他是正二八经的高考出来的 薄熙来的智力肯定是包子力的十万倍不止 但是最后在中国占据江山的 偏偏就是习近平这个大二百五 所以我告诉你 我大概其实什么呢 二十几岁 我想想二十八岁那一年 我意识到你在中共的体制里面 你越有才华 你越没机会 他真的是一个逆向淘汰的这么一个机制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知道一个句子 什么劣币驱逐良币 这是谁的话 好像是哈埃克的话 还是什么 没读过哈埃克 但是我知道 在土工的体制里面 你越有才华 你越麻烦 而我刚好就认为 自己是个有点小才华的人 在我们的小地方 身边的人都夸我文章写得好 所以有一次我们一领导 把我叫进去跟我说话 然后我就心勇不满 说为什么不提拔我呀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 他说你今天多大了 我说我二十七了 哎呀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社会脑死多少寒领呢 就这句话 寒领是什么呀 是大学士啊 是不是 皇上吃皇 吃朝廷愤怒的知识分子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哦原来越有才华的人 在中国这个社会 越有可能被淘汰 从此老子就决定 拜拜 谢谢